2016年,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电影《血战刚剧领横空出世》,这部电影中讲述的不是杀戮,而是救人,他以不一样的形式表现战争中的英雄,戴斯蒙德·道斯。 而这部电影是根据戴斯蒙德·道斯的真实经历改编,讲述一位二战传奇士兵的战斗经历。 戴斯蒙德·道斯,1919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,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,1942年,道斯正式入伍,成了一名医疗班士兵,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,他认为武器是杀人工具,所以拒绝使用武器上战场。 他觉得自己的武器是圣经,因为拒绝使用武器,道斯被战友嫌弃,还被忍辱骂士诺夫,败类。 但是道斯却并没有在乎这些,因为他有一颗强大的内心,他有着强大的信念。 1945年,道斯所在的部队,奉命进攻冲绳岛的钢鞠岭,这是一个近虎垂直的悬崖,日本人盘踞在这里,有着他们修筑好的攻势暗保。 这让美国军队在这里寸步难行,而且牺牲巨大。 事实上,冲绳岛战役也确实让美国和日本损失惨重。 在这座4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,日本有10万士兵牺牲或被俘,而美国也付出了8万多人伤亡的代价。 而道斯就是战斗在这片战争地狱里,美军的攻击失败了,日本人的暗保火力网很强,美军不得不撤退,但是道斯留了下来,他没有跟着战友撤下去,而是一个人留在了凶险的战场上,并且,他手中没有武器。 道斯做的,就是把他的战友一个个拖到悬崖边,然后再放下去,而他依靠自己的身躯,救了75个人,他心中的想法就是再救一个,因为他清楚,他要帮助战友回家。 有一个士兵,双腿被炸断,胸部中弹,已经被衣物兵放弃了,而道斯救下了他,并把他放到了悬崖下,最后他成功地活了下来。 道斯心中有大爱,他不光是救自己的战友,受伤的日本人也被他救了下来,道斯英勇救人的行动,得到了士兵们的尊重,他不再被嘲笑,而是成为了士兵们的保护神。 战斗开始前,士兵们甚至让他祈祷,他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,有一次,他的腿被手榴弹炸伤,无法行走,被战友用担架抬走。 但是当他看到重伤的人以后,马上从担架滚下,把救治的机会让给别人,这就是道斯信仰的力量。 1945年,二战胜利后,道斯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,亲自颁发的荣誉勋章,这是美国士兵的最高荣誉。 而他也成为了没有在战争中杀死一个人,却获得最高荣誉的士兵。 道斯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,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战斗英雄,这种英雄从没有杀人,却同样伟大。 道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军人,他一场战斗就下75人的故事,也让我们见识了信念的伟大。 战争给道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,就是这场让道斯成名的战斗,让他没了一个肺和五根肋骨。 战后,他还饱受被结合的痛苦。 2006年,这位战争英雄离开人世,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